舉辦多年的宜蘭藝術製造季 今年以工藝的極致為策展主題 透過宜蘭在地兩位大師級的藝術家 許曹宗以及陳惠美 讓民眾體驗桃藝與蝉花的美麗 是藝術愛好者不可錯過的一場展覽 藝術製造季連續五年 那藝術是無眼無界 非常感謝各位藝術家 願意付出奉獻專業領域 宜蘭縣希望成為一個文化藝術的城鎮 感謝各位藝術家 那宜蘭縣我們有故事 有藝術、有時尚 都希望能夠齊頭並進 宜蘭縣政府舉辦藝術製造季 是非常好的一個題材跟節目 藝術最主要的精髓 就是說它裡面涵蓋著過去的故事 以及現在的發展 以及未來所要前進的一些事物 這樣的一個結合 讓我們大家都能夠對藝術產生興趣 活動10月23號在中心文創園區開幕 當天邀請實踐大學規劃了時尚走秀 將宜蘭特色融入服裝元素中 述說藍陽故事 是故事結合藝術與時尚的一場秀 今天記者會也帶大家搶先欣賞 我們開場的時候有這個服裝秀 然後呢剛剛看的這三套真的很漂亮喔 符合了一人線我們的文化藝術 然後呢在這一段期間 謝謝各位藝術家你們辛苦了喔 相信說而已透過這種活動 不是只有我們廣外的人來看而已 我們自己廣來也很少看到這個服裝的走秀表演 堅定 所以說而已非常之好 我也非常支持 也希望說我們文化教未來可以 如有創意 跟我們藝術家來共同結合 來讓我們宜蘭觀 這是傳統文化國家觀點 透過宜蘭藝術製造季 我們把時尚帶到了宜蘭 宜蘭是個充滿故事的所在 那麼這一次我們以丟丟檔啊 作為我們序曲 能呈現我們的傳統 還有現代之美 也歡迎大家屆時來參觀 在中新聞廠即將登場 那今年的主題非常的不一樣 有故事 有藝術 有時尚 那結合了藍陽的這個故事風情 那加上時尚的這個服裝表演秀 讓喜愛愛藝術的好朋友們 一起來我們的中心文創 欣爽這樣子的一個自然藝術季的開場 藝術製造季展期到11月4號為止 期間規劃有八場次的陶逸和蟬花體驗工作坊 不只欣賞藝術 還有親自創作的機會 歡迎鄉親踴躍參加 宜蘭新聞記者黃豬漢子方報道